也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下时新闻 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的 我们来看 厦门住宅产业现代化师范园加快建设 2020年产值预计超500亿元 裴经家倒是文广新局 市体育局调研 32个老旧小区今年实施燃气改造 年内8500多户居民将用上管道燃气 今年我是你新建200根市政充电桩 不点或向社区写字楼衍生 我是推出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 将建设百所智慧校园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6年的5月17号 星期二 农历4月11 我们来看今天下时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新型建筑工业化和住宅产业化 是现代建筑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记者了解到 位于海仓的全省首个 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区 目前已经完成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 其中 一期项目的两个地块 将在下月摘牌进入施工阶段 我是正在打造的全省首个建筑产业 现代化示范园区 选址海仓东府 目前已经完成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设计 记者在已经建成的园区展厅了解到 占地2.1平方公里的园区 以海祥大道为分割线 从中间分为南北两期工程 其中 海祥大道以南的一期项目 已经有两个地块 即将在下个月摘牌 很快就能进入现场施工阶段 未来 整个园区将采用 一元多基地的模式 即技术研发转化 生产流通销售 成果展示交易 人才技能培训和对台交流合作等功能于一体 到2020年建成后的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园区 产业集群年生产产值将超500亿元 所谓的研究基地主要就是研究 主要就是一个企业的一些总部 就是建筑产业链上的一些总部企业 把它们就设在这里 他们主要进行一些设计 年化 以及这样的物流 配胜 结算 它的生产的基地就刻登到周边 比如营销 常态 延期里面 还会设置一些公共服务器 重合展示器 以及示范厂器 所谓住宅产业现代化建设 就是像搭积木一样建房子 工厂预制 现场拼装 工厂把生产好的预制构建 运制现场 技术工人们只需要直接装配就行 不需要再像现在很多工地那样 搭众多脚手架 耗费大量建筑材料 这样的现代产业化建筑模式 将大大提升住宅的整体质量 同时加快推进建筑业产业转型升级 省市重点项目 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总部大厦 就是我是建筑产业现代化当中 钢结构装配的示范工地 预计整个项目的用钢量 将达到2.1万吨 记者在现场看到 工人正在对建筑群的CD栋建筑 进行钢柱钢梁的调装 这些钢构建就是在生产基地 事先构筑好的运到现场 就能直接瓶装 比如说焊接标准 检测标准 调装的标准 包括我们这个的优化 钢结构的优化 跟提升这一块 就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 节约这个钢材等等这些 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标准跟流程 按照计划到2020年 我是装配式建筑将达到 当年开工建筑面积的50%以上 累计竣工面积超过1000万 今天上午市长裴金家 到市文广新局市体育局调研 目前全市大中型公共文化设施 共有54个 我是公共文化设施的人均享有率 位居全国前列 近5年我是专业舞台艺术 群众文艺 广电影视动漫等一批单位作品和个人 获得省级以上的奖项 就有300多个 不仅如此 我是在文化体制改革 涉台文物保护等方面 为全省乃至全国 提供了众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在文化产业方面 我是也形成了包括 广播影视 动漫网络 古玩与艺术品 数字内容与新媒体等 门类较齐全的产业格局 裴金家充分肯定了我是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合议以来 我是文化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他要求 市文广新局要贯彻落实中央部署 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弘扬主旋律 在全社会倡导健康向上文明的生活方式 市集主要媒体 要正导向讲格调提品质 讲好厦门故事 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 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引导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 实现公共文化资源效能最大化 要做好文物的传承与保护 进一步促进两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 要进一步促进创意设计 数字内容与新媒体的发展 加大对艺术品保税拍卖的运营力度 促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 裴金家还视察了市重点项目 体育中心综合健身馆建设情况 目前我是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02平方米 位居全省第一 全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9.6% 我是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的同时 竞技体育方面的成绩也十分亮眼 十二五期间 共获得世界冠军4个 亚洲冠军2个 全国冠军104个 裴金家要求 要以全民健身为突破口 促进我市体育发展 要结合老百姓需求 充分利用老厂房 学校 结合山体 岸边 开展体育场地设施建设 竞技体育要在保持传统优势的基础上 结合群众基础好的运动进行推广 结合供给策改革 从老百姓需求入手 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在引入大型赛事的同时 注意产业的培养 实现与旅游资源的有效整合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 就福建自贸实验区 下门片区一周年建设情况 开展集中视察活动 福建自贸实验区下门片区挂牌一年来 积极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经验 共推出194项创新举措 30项属全国首创 其中 一兆一马在全国复制推广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被评为最佳实践案例 一年来 我是通过创新发展理念 努力将下门片区打造成为 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示范区 不断吸引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加速急剧 截至今年4月 厦门片区新增企业1.4万多户 注册资本将近2000亿元 分别增长3.9倍和4.2倍 整个自贸区的成果的话 一年应该说是交出了比较满意的答案 电子平台的流程 口案单位的相互的信息的共享 这个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的话去对标国际 然后的话使我们的口案更加的便捷 为企业的这个进出口案提供更有利的这个服务 很多老百姓原来希望到国外去买东西的 现在都可以放心在我们厦门的自贸区里面 就可以买得到 一大批的这个跟自贸区有关的法律法规 将相继出台 那么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今后保障 我们自贸区能够健康的发展 能够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示范窗口 本台记者报道 今年岛内32个老旧小区将进行燃气改造 首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请夏天来介绍一下 好的 由于种种原因 全市目前仍有几万户已建成的住宅 没有用上管道天然气 从2013年开始华润燃气启动了 美丽厦门蓝燕行动 对我市老旧小区进行燃气提升改造工作 两年多来已经有一万多户居民受益 今年通过改造 年内将至少有8500多户的居民 有望用上管道天然气 夏岗新村34号小区 是今年我市首个开工建设的 老旧小区燃气提升改造项目 上午记者在小区里看到 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燃气庭院馆的安装 今年65岁的林大爷 住在小区里已经20多年了 他说20多年来 他们煮饭一直使用液化气罐 不仅不方便 而且安全性也会差一些 到要煮菜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气的 那叫的时候 因为他要很迟才送 小孩要上学 要去上班 真的煮来不及了 据了解夏岗新村 34号小区内的82户居民 基本上都是退休职工 家里用的都是液化气罐 这次老旧小区燃气提升改造工程 开始动工后 居民们都表示欢迎 还主动把小区内的停车位 让出来 给施工队提供空间 据了解夏岗新村34号小区的居民们 最快7月上旬就能用上管道天然气 并据了解 华润燃气今年将对岛内32个老旧小区 安装管道天然气 接下来 台光花园 省四建宿舍 莲花花园等小区近期也将进场施工 今年年内将至少有8500多户居民 能够用上管道天然气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 为适应我市推广应用 新能源汽车的需要 今年我市政部门将在去年试点的基础上 继续在我市公共停车场 开展充电桩建设 计划新建充电桩200根 同时充电设施的布点将尝试向 社区写字楼等区延伸 以便更好地满足社会车辆使用的需求 厦门站南广场停车楼 是我是最早建设充电桩设施的公共停车场 24根充电桩去年10月10号投入使用后 主要提供给出租车充电使用 平均每天接待的出租车达200辆 中午高峰时分甚至要排队等待充电 考虑到私家车的需求 最近停车场又新建了15根慢充设施 不久将投放市场 按照规划 我是面向社会车辆的充电桩 由市政部门负责建设 去年底市政部门启动了建设的试点 目前全市建成投用的市政充电桩 已达181根 分布于厦门站南广场停车楼 市政大厦 前浦BRT枢纽站 地下停车场等13个充电站 不仅如此 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还研发出了一套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智能管理系统 并投入实际运用 它可以全面实时地遥控每根充电桩 每个站点的运行状态 实现无人职守 这个锂电池在充电的过程中会发热 那它的发热 它的温度监测 那我们根据它的发热情况呢 对这个电池呢 走充电电流进行大小进行控制 那对这个过程进行密切的监测 可以确保这个电池可以安全可靠地来充电 今年市政建设开发总公司将按照适度超前的思路 进行充电桩设施建设 计划新建充电桩200根 除了在已有的停车场或新建停车场部点外 还计划借助措施停车措施的实施 将充电设施进一步向社区和写字楼延伸和拓展 通过我们充电设施进社区进这个写字楼区域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停车位的一些置换 这样一个措施概念 为市民呢 更好地解决交通出行上的这个停车问题 停车难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充电难的问题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全市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会提出从2016年到2018年 厦门将推出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 到了2018年 我是将建成百所智慧校园 全市公办中小学都将基本实现 无线网络的全覆盖 其中有20所示范校将推进大数据云计算 在教学科研中的全面应用 厦门六中 是我是首批智慧校园示范校之一 在高一三班的智慧课堂教室里 电子大屏代替了传统黑板 每个学生桌上都有一台平板设备 老师利用信息化系统一键布置课堂习题 学生答题后用平板设备拍照扫描 答题立刻能上传到老师手中 系统实时统计学生的答题参与度和准确度 课堂时间既科学又有效率 不仅如此 学校还利用极客大数据平台 系统可以追踪学生的学习过程 并进行信息化处理 最后形成学生学习行为的电子画像 运用这个系统 课堂实现了精准教育学 学生答题的步骤 思路 错题量都被一一记录 有效助理老师进行教学追踪和反馈 目前全市首批20所智慧教员 都在逐步探索这样的信息化教育 有的学校实现了电子书包 有的学校实现了远程同步互动 以不同方式带动教育质量有效提升 接下来我是还将继续探索 教育的信息化智慧化 到2018年我是将推百所智慧校园 打造具有智能感知的校园环境 和教育教学场所 继续开发微视频 微课程 建设是教育基础数据 交换共享平台 让市民随时随地 可以学习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资源 进一步推出这个百所智慧校园的建设 进一步的推广人人通平台的应用 通过努力来促进我们厦门率先实现这个教育现代化 率先实现教育强势的目标 早日落地 记者孙茜 张志刚报道 我是现有五星级饭店十九家 不过这些酒店多以商务元素为主 度假元素还较为缺乏 今天上午 记者从度假酒店发展研讨会上了解到 十三五期间 我是将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闽南特色的度假型酒店 目前我是共有新级饭店近八十家 其中环五元湾的高端酒店已有十一座入住 包括西尔顿 西达乌 凯越等世界顶级酒店品牌 不过这些奢华商务型酒店 主要以会议 住宿为主 在休闲度假元素上的开发还有所欠缺 而度假型酒店多数远离市区 他们拥有完善的娱乐休闲设施 并提供定制化管家式的服务 为游客营造慢生活的休闲旅游方式 与会嘉宾认为 未来五市酒店业发展 应该从过去单一性同质化的道路 逐渐向多样化 差异化的发展转变 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度假型酒店 厦门这样的一个环境 虚伪 自然屏赋 非常适合休闲生活 我觉得我们厦门的酒店 应该说有一个很高的水准 高端奢华作为这个酒店的建设标准 恰恰在这样一个休闲时代 我们非常需要去塑造一个 人们休闲生活的这样一种模式酒店 在厦门这类酒店非常迫切 非常有需要 在环东海域准备推进度假型酒店的发展 那我相信的话 这个13日之间的话 休闲度假酒店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 去年以来 我是开展了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市民公共文明行为示范教育活动 也建成了一批市民文明行为示范基地 如今市民公共文明行为示范园 鼓浪与垃圾不落地 义务交警队 无饮食车厢等等 都成为了城市新的文明风景线 走进湖里区金山社区 约一千平方米的市民公共文明行为示范园 呈现在眼前 这是我是第一个市民公共文明行为示范园 在去年11月节拍成立 由文明长廊 扇行录 童心仪等板块组成 这里也是文明小白录 文问和明命的第一个家 长廊围栏上处处都有文明小白录的标语 以及好人事迹和文明诚实 让居民在这里聊天纳粮的同时 对社区的文明成果有了更深的印象 给大家都 居民也提倡了一个文明行为 还有日行一善 做好事 多做好事 大家而且还自动起来做志愿者 给居民起到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吸引更多的文明督导者 文明志愿者 来敦促大家 向不文明行为说不 在古朗语上把垃圾随身带走 坚持垃圾不落地 逐渐成为了一种旅游新风赏 去年9月开始 古朗语全岛试行垃圾分类 倡导垃圾不落地 试行半年多以来 岛上的居民商家积极参与 让环境变了样 目前也进入了提升阶段 陈阿姨在岛上居住30多年了 每当岛上有垃圾不落地的活动 她总会与志愿者一道 在岛上向游客分发垃圾袋 提倡文明出行环保旅游 在她看来 作为岛上的一员 就要为垃圾不落地 出自己的一分力 那现在情况好多了 居民都可以 家家夫妇都可以 很主动 很自觉地去参与垃圾分类 还有坚持这个垃圾不落地 让更多的游客 还有居民明白 就是垃圾不落地的好处 和垃圾分类的好处 市民沈女士 也带着两个三周岁的女儿 在岛上和志愿者一起 向路人分发塑料袋 她说 这是让女儿从小就意识到 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主要就是让她们认识到 要爱环保爱地球 希望自己为古浪雨的 这个垃圾不落地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为了营造我是公共文明的 良好氛围 我是明确地 以教育 交通 旅游 卫生 等四个行业先行先事 打造示范点 让文明小白路走进群众 并由26家全国文明单位 向全市发出倡议 正当文明行为的示范者和劝导者 向不文明行为说不 截至目前 全市旅游行业73家窗口单位 共设立450个 学雷锋志愿者文明引导员岗位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省建议勇为基金会 来我市开展春季建议勇为助学活动 14名学生收到了助学金 今年我是受助的14名学生 包括小学两人 初中五人 高中四人 大学三人 他们的父辈都是受到 省级以上建议勇为表彰的楷模 他们自己在小期间 也表现突出 品学兼优 从初二 然后就领助学金到大三 现在结束了 初中是1000多 然后高中是3000多 然后到了大学就是6000多 每年都会帮我爸妈 也是减轻了很多负担 取了解 我是建议勇为助学工作 从2010年秋学期开始 已经开展了六个年头 先后对92人次 获得世纪上表彰的 建议勇为人员子女 发放助学金 从去年开始 我是还大幅提高了 世纪建议勇为助学金的标准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助学标准 分别提高900元到2000元不等 还明确了研究生助学金标准 每学年7500元 帮助建议勇为困难家庭 有效解决其子女在校期间的 学习生活费用问题 本来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两岸亲情电影 《不愿离开你》制作团队 聚集厦门 宣布影片将于今年6月份开拍 预计明年春节到全国上映 这部电影讲述一个 8岁的台湾小男孩 为了罹患癌症的母亲 独自到大陆寻找医生父亲的经历 这部影片穿插两岸民众 互动往来所引发的 感人情节 还融入闽南布袋戏等民宿文化 那我用2016年去 连结了1946年的一个剧情 非常感人 它是一个寻根的戏 从小孩子在流浪 800多公里当中 深深地我们用剧情去呈现的 一些闽南的建筑 人文风情 还有一些宗教信仰 据了解 这部电影将主要在夏张全取景 部分内容在台湾拍摄 影片的小主角将通过海旋产生 本台记者报道 电视剧第二次人生 今晚起在夏时四套播出 这部剧讲述了一对豪门母女 在破产后携手冲破生活逆境 改变人生的故事 将镜头对准职场斗法 豪门争夺 以及多巧恋情等 时下热门话题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夏时新闻 更多内容请关注 夏门广电的微博 微信 和看夏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